我们人因为佛法如大海 唯性能录 就是说你要相信你才能进入大海 所以我们修行的本身 就是逐渐断除我们身上习气 很多的不好习气 就是在学佛当中慢慢的断除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因果问题 我们看不穿 看不明白 我们以为这是真实的 实际上因为你不能看明白因果 所以你才会种下更多的因 才会成熟更多的果 你的堕落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因果 会给你造成如此大的伤害 佛当时在施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弟子问佛陀的 我们的念头应该怎么样把握好 我们有时候不当心 我们杀生了怎么办 所以在人间有时候 一定要懂得自救是最重要 佛陀当年在人间也是希望 他的弟子和所有事件上学佛的人 都能够自救 因为师父 因为师父领进门 修心靠个人 你一定不能做凡夫的行为 有时候我们要理解什么叫受持 受就是信受 相信接受 持就是修持 所以信受持的话 就是能够让你进一步 勉励你会变得越来越善良 越来越进步 因为我们在人间 看不到因果 所以我们才会变得思维的 这个束缚 没有观察到 每一个事物的演变的过程 没有感受到 没有感受到因 只感受到果的结果 来了 怎么办 所以 种因比长寿果还要重要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佛法告诉我们 我们人啊 整天就像演戏一样的 这个行为的虚伪 这个世界的虚伪 思维的虚伪 语言的虚伪 包括时间都是虚伪的 让你好好地想一想 在这个虚幻的世界当中 你怎么样能够找到 自己的本性 我们没有时间呢 我们没有时间 来让自己想不通啊 我们没有时间 让自己不脱离这个苦难了 想不通就是离苦很近啊 想通了就远离鱼吃了 所以我们很多人 为什么师父有时候 对你们这么严格 就是要让你们马上想通 立刻断除自己的杂念呢 因为我们没有很多时间 再来重新的考量 我今天做了这件事情 在这个虚幻的世界当中 一切都是虚幻 所以想一想 佛陀在2500年前的思维 已经考虑到 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关系了 所以我们 人啊 在中阴身啊 其实就是一种 生命轮回的过程 很多人说 我死了才会碰到中阴身 师父说你们在人间 很多人已经在中阴身了 为什么 境界上不去 做人 人又不像 就在人 在天和鬼的当中这么轮回 一会儿做得像一个人 一会儿又境界高得像个菩萨 一会儿又在背后搞别人 像个鬼一样的活着 你难道不是在人间 已经在这个中阴身的状态当中 在轮回着了吗 你怎么样要考虑自己 控制自己的选择啊 那学博人要懂得 时刻提醒自己 要改变自己 现在的思维方式 改变过去的那些 不好的行为模式 没有时间让你们去想啊 境界高的人 为什么要找师父 好好学 马上改啊 因为人啊 碰到事情就会迷惑 学博理的时候很清楚 有的人 把学博当成讲故事 有的人 把学博当成一种崇拜 一种迷信 其实都是很可笑的 他是从人类的精神方面 完全去纠正自己不正确的思维 语言和行为 他这是一种解脱 苦难的方法 这是博多给我们找到的 完善的正等正觉 去解决 我们人间很多烦恼的 一个有效的方法 所以很多人真的很苦 他们什么都不懂 他们什么都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在活在世界上啊 他们真的 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了 师父看见 我们在人间不能跟佛陀 这个much就是合在一起 就是心中有佛了 所以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的苦啊 非常非常苦 所以希望我们学佛人 能够懂得修行路上啊 要懂得一个道理 啊 犹如像水一样 啊 要水源 今天把你水放在哪里 放在一个方的容器里 你就成方的 放在一个圆的容器里 你就圆的 今天能够让你 救度众生 救度众生 你给人家水喝 人家就拥有了生命 今天你 把你水去灌溉 啊 这个麦子 你就去帮助别人 他无声无息 从来 没有任何意见 极微的生命 但是做出了救度众生的 啊 这个伟大的创举 实际上水 就是我们最好的 啊 心 所以人家说 心如止水 啊 水啊 人的心像水一样的平静 水一样的宁静 水一样的干净 啊 所以为什么给菩萨要供水啊 不是菩萨来喝你们的水啊 使用你们的心去供养菩萨啊 心无所住啊 身无所在啊 啊 啊 圣者离一切像啊 啊 啊 无常就离你而去了 啊 你如果 心中有常 痛苦 执着 你就是一切欲望的开始 执着的开始 让你堕落的开始啊 啊 所以薛博人要开智慧的 无常要理解 就是生灭幻象啊 世间诸法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我们也没办法预测 我们无法根本性的 这个把它能够控制 它的本性 所以三昧空出无常啊 这永不流转啊 这意思就是告诉大家了 一定要修出智慧啊 你才能超出无常啊 希望大家 你一定要心中 常有三道光啊 要去除心中的三恶道光啊 什么光啊 我们说啊 心中有佛光啊 所以很多人你跟他讲话 你就会有得到法喜充满 很多人你跟他没有 这个这个 这个没有啊 比方说开智慧的人 他的身中就有一种恶光出来 想不通啊 恶啊 恨啊 所以好好的解脱 好好的不要受到悦知 好好的成佛 记住一句话啊 心中啊 懂无常 知无常啊 人在无常中 你才能真正的超脱无常 你今天已经超脱无常了 所以就不存在 你要超脱无常的这个概念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纠结这个问题 好好的学佛修行 好好的改变自己 João 谢谢大家